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 我想亲子关系是最容易减不断理还乱的 因为它不像是一般的关系 我可以转身就走 心理相对的负担比较没有那么大 而且就算你的人可以转身就走 你的心走得了吗 是不是每一次的冲撞 都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道道 或深或浅的伤痕呢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在面对父母亲的时候 总有这么多的纠缠 在我这些年陪伴很多朋友 一起去看待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渐渐发现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而今天就要跟你分享 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 这个关键就是 即便我们人已经成年了 但是我们面对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 在心理上 我们还把自己当一个孩子 所以呢 我们的心里会对于 所谓的父母亲 有一种期待 一种完美的期待 为什么会有这种期待呢 因为我们回想一下 每个人成长的过程 是不是都是从一个 很无能无助的状态开始的 因为我们只是个小baby嘛 所以呢 在成长的过程里 父母亲是我们的一切 是我们的天 我们对父母亲在潜意识里 很容易有一种叫做全能者的期待跟想象 然而在这样的期待跟想象底下 我们会潜意识地去认为父母亲是完美的 或者是他们必须是完美的 他们必须是道德无瑕的 甚至于是无所不能的 可是回到现实吧 随着我们成长的过程里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接触越来越多 我们在理性上就会知道 父母亲并非无所不能 而且他们的缺点还不少 如果你出生在一个社会阶层比较高的家庭 你的父母亲社经地位都还不错 即便如此 随着你慢慢懂事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一样会见证目睹 他们有很多无助的时候 甚至于心里会有个OS叫做 嗯 有钱人也不过就是那样嘛 那如果你出生的家庭社会阶层比较差 你的坏面感可能又会更强烈 尤其如果你的父母亲 情绪管理又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心里可能会有一个OS叫做 你在外面不如意 竟然回家找我发脾气 找我当出气包 所以呢你体会一下 当我们把自己放在 所谓孩子的位置的时候 无论你现在几岁 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内心其实是很冲突的 你会有一个对于父母亲 应该如何的完美想象 但是你会发现 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他们始终是做不到的 而这样的内在冲突 很容易凸显在表面上 我们对于父母亲 想要控制我们的选择啊 或者生活方式啊 我们会有很多情绪上的反弹 那么有些人就选择了忽略 或者是叛逆 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那些的背后 其实我们在乎的要命啊 就像是我见到很多叛逆的孩子 他们叛逆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为了去气他们的父母亲 你可以想一下哦 如果他不在乎他的父母亲 你对于你不在乎的人 你还会花心力想要去让他们生气 想要去气他们吗 其实你就直接完全忽略就好了 不是吗 真正的忽略是没有任何情绪的 没有正面情绪 更不会有负面情绪 但其实回到我们的亲子关系 都不是这样嘛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会这么的辛苦 就是因为啊 我们对于父母亲的控制 有一种反抗的情绪 而且反过来说 我们一直把自己当孩子 所以我们会对于父母亲 有一个完美的期待跟想象 当我们发现 他一方面要求我们控制我们 而二方面又活不出 我们想象当中的完美形象的时候 那个内在冲突感 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可是在这里呢 我就要给你一记回马枪了 我们不喜欢被控制 这是一个事实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其实也用自己的想法 觉得他们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亲 才叫做对的父母 好的父母 你痛恨他们控制你 但其实你也在反过来控制他们 如同他们要你 按照他们的期待过生活 你其实也要他们按照你的期待 去当一个所谓的好父亲好母亲啊 在这一点上面 大家是五十步笑百步 那在面对这样的纠缠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于 我们有没有走到自己的心里 好好的面对自己 好好的让自己真正的长大 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 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真正成年之后的朋友 而且还不是成年早期哦 可能现在的你已经三十好几了 四十好几了 甚至于是更大更大的年纪 我们的心里不一定会随着我们的客观年纪跟着成长 我们的心里常常还只是个孩子 而当我们一直在孩子的位置的时候 面对父母亲的控制 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的行为结果往往就是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叛逆 而叛逆会得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你跟父母亲之间的情绪冲撞 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 这个结果是不是很令人不舒服呢 而第二个可能的结果 就是你委屈自己去配合 你不断地忍耐忍耐忍耐 忍到有一天无法再忍的时候 你就爆炸了 爆炸意味着你可能会全面地推翻 你原本的工作生活甚至于是关系 而这样的结果你一定会过得不好 然而回到父母亲的角度 你过得不好 这也不是他们要的 他们也会不舒服不是吗 所以你会发现 无论你选择叛逆 还是委屈自己去配合 这两个结果都达不到所谓孝顺的结果 然而为什么你会这么在乎 是不是你内在的出发点 其实是想要孝顺的 这里你有听出矛盾了吗 你很想要孝顺 但是你无论选哪一条路 却造成了不孝顺的结果 这就是当你一直是一个孩子的位置的时候 会必然发生的困境 然而如果你真的开始把自己真正当一个大人 这整件事情或许就有转机了 怎么说呢 大人意味着你全然地为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 你不会去控制别人 然而你也不会让自己任意地被别人控制 父母亲他当然有对你的要求 他当然会对于你的选择指手画脚 但他们说他们的 而你可以做你自己的 听到这里 是不是有一点违反你的原本价值观呢 会想说 哇那这样是不是很不孝 其实走自己的路 坚持自己的选择 这不等于父母亲说你不顺耳的话的时候 你就要顶嘴回去啊 我只是在说你的行为上为自己负责任 为自己做决定 可是我们回到真实状况 往往不是如此啊 我们都希望在嘴上讲赢我们的父母亲 在嘴上透过几句话让他们闭嘴 我们在乎的要命 我们的底层是想要孝顺的 但是因为这份在乎 因为我们一直把自己当孩子 所以我们会希望他们成为一个 优秀完美的父母亲 可是当你是一个大人的时候 你不会有对于他们 是一个怎样父母亲的期待 你只会全然的为自己 你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大人负责嘛 就像我自己在陪伴很多朋友 生命前进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案例 当他想清楚了这一点 他开始坚持了一个 他自己真的能够发光发热的道路 然而也因为这是他的选择 所以他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他会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横溢力 而这个横溢力就是帮助他 能够最终成功的关键因素 想想看哦 当你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并且把自己活得很好 这个时候 无论是对于外在世界的 杨明生显父母 还是对于你自己主观世界 你把自己过得很好 是不是才有可能真正的孝顺 这里你不知道听出来了没有 好像我要你不用太在乎父母亲的控制 感觉起来有一点不孝 然而当你真正为自己负责任 把自己活好之后 你会发现你却创造出孝顺的结果 因为你的父母亲 假如他们真的爱你 他就是希望你活得好 而所谓活得好与不好 在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 不同的机会跟定义啊 你其实是必须要活在你自己的时代里 把他活好 而父母亲有他们的时代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今天父母亲对你的控制 之所以成立 其实我们内在的底层 也想要控制父母亲 我们也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对待自己 或者是赞同自己的选择 可是当你真正是个大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 谁要赞同你 或谁要支持你 而是在于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想要去走你自己的路 你到底有没有想要 为自己真正的负起责任吗 所以说到这里啊 就让我想到嘉玲老师 他有一门线上课程 叫做人计断舍离 这门线上课程表面上 好像是教我们去断舍离掉一些 不恰当的关系 但事实上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 并不是你要去跟任何人切割或撕裂 这门课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要我们的内心 长出真正的力量 让自己真正的长大 当你确定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为自己负起责任 亲子关系是无法断的 而我们真的要去断舍离的 并不是这个关系 而是那些不断纠缠我们 伤害我们的信念 包含那些不愿意长大的想法 因为只要你继续是个孩子 你永远可以把责任推给对方 你永远可以觉得 别人必须要照顾你吗 你有这样的状况吗 如果你有 而且你也想要好好的面对的话 那么欢迎你可以加入 嘉宁老师的线上课程 人际断舍离 但在最后啊 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都希望你真正的活成一个大人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只要在Podcast的运用里搜寻 七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然而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最后提到的人际断舍离 相关的资讯啊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欢迎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